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 我们要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场直播了 早上11点我们做了一场直播 今天晚上9点钟我们就来第二场直播 但是我们今天晚上讲的内容呢 就没有那么紧张了 就是教学的目的 我们又回到这个案例研究的这个重点上面了 我们原本今天晚上要讨论的是 从08、09年的经验来讲 就经历过上次的这个经济风暴的投资者 如果有的话 欢迎大家等一下聊到这个中间的时候 给点意见 那我也是一个过来人 OK So就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08年的Public Bank当时候出现过的情况 好吧 欢迎大家将我们今天晚上的视频呢 分享出去作为一个案例研究 并不是陈建老师说 现在我们就要捞底Public Bank了 摇旗呐喊向股神巴菲特 08年这个雷曼兄弟破产过后 他写一个公开信 叫美国股市的投资者要回来关注股市了 那我没有巴菲特这样子的号召力啊 我们今天讲的是当年的这个经验 从当年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看到一个好的公司 好的公司啊 比如银行股的底部位置 我们在从这个底部位置里面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将这个部署 就是迎接他回来的这个部署呢 将他做好 就主要是想讲这个东西啊 我忘记换眼镜了啊 还是给回大家看那个你们熟悉的陈建老师的样子 怕你们看不惯我的那个眼镜啊 so我在这边看有点怪啊 那为什么呃老师会有不同的眼镜 因为我已经老花了啊 so呃那个眼镜是我平时看电脑很靠近 还有看手机的时候用的 这个是看远一点点用的 所以驾车就会带这副啊 ok我想问一下大家的就是 我们在早上的直播的最后的一个部分呢 就有讲到的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现在反弹的话 最近去玩短线的话 风险很高 我不建议新手投资者不要这样子乱来 一旦你被套住了 你等熊市的底部的那个原本的计划就会功亏一归 ok这个我不觉得不值得不要因小失大 ok第二个呢 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它是反弹啊 因为第一美国股市还没有见底吗 第二如果万一14天过后就是到我们这个月的31号 马来西亚的这个限制移动的管制措施还要再升级的话怎么办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个疫情还没有能够有效控制还要再进一步用更严格的方式的话 到时候的经济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就是实质性的影响 现在这两个星期很多工厂你看电影院又不能够开工厂又不能够 又开那个很多的office我们都明天都开始在在家办公了 ok so这个大家的收入零售行业的收入会受到影响 shopping mall受到影响所以同学们看到产业信托板块掉下来了 有同学要听听我们讲产业信托板块吗 因为也有朋友我猜他可能是新加坡的同学或者是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同学 他有问我现在可不可以去买这个新加坡的产业信托就是那个real property investment trust OK当然我们在这边就不是讨论能不能够买了这些买卖建议是很sensitive的吗 对不对so如果是新来我们这边网上面跟我们一起学习的同学一定要习惯一下 我们在这边呢是教怎么钓鱼的不能够直接喂鱼给同学们吃 所以同学们必须要训练你自己去做投资决策 我是不会帮你做你的这个买卖建议的 但是我要训练大家去用你的这个明白的东西去想一个好的决策 帮你自己收久而久之你一定会有进步的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这里每个星期都跟大家做这个直播的 一个原因坚持了你看三年多了 比较像这样子proper做的都有一年多两年的时间了 所以跟着我们一起学习的同学就发现 其实自己懂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也很高兴大家喜欢这样子啊 所以我不能够越过那一条底线 过了那条底线我就不是在这边做老师的了 我就变成投资顾问的了 投资顾问的话呢我就不想做了 因为这个工作吃力不讨好你赚了钱又不会分给我 你亏了钱又会在后面插我几刀 对不对 所以我不要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想问的 对如果同学们想聊一聊新加坡的产业信托 我不熟悉 但是我们用马来西亚的产业信托 的这个情况来聊一聊 因为现在零售业已经exactly受到影响 已经毫无疑问零售业受到影响 如果你要想的是万一啊 他出来我也不希望万一到这个月的31号 并不是这个隔离或者说是限制措施的结束 而是另外一轮升级的开始的话 也就说马来西亚的零售业实体经济会进一步受到影响 的话那你说我们的相关联的那些上市公司 比如三位产业信托 Pavilion产业信托 医保花园产业信托 这些啊 我们马来西亚人耳熟能详的了 新加坡的产业信托我真的不熟悉 我对新加坡的shopping mall哪里忘 我不熟悉 但是马来西亚KL的话 我们当然人人都很熟悉 所以现在的这个具体情况 哎不要讲这个这么多 看看股价先了啊 来来来这个是三位产业信托 你看啊今天是一度大跌 已经从一块九跌到一块半了 啊在这一个星期啊 你看啊今天是星期几啊 今天是星期二罢了 上个星期到这个星期啊 一块九到一块半最低啊 so wow这个价格是呃这个价格啊 有点吸引力了 有点吸引力了啊 ok但是我讲了还不是入场时机啊 啊如果两个星期后 万一它出更严重怎么办 ok so三位产业信托 我们现在看看刚刚啊 除了三位产业信托 这么短的时间啊 啊真的是你看啊他是从2018年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才从一块半的位置爬到一块九的 现在一个星期就将他打下来了 这个就是熊市或者说经济风暴 或者是你们听到我用的金融危机这个字 ok我们是毫不客气的用的一些特别吓人的字眼 在在在刚刚上个星期开始啊 就说哇这么松大 周末Grandpa 陈建老师 我们的刘安老师 David老师 我们做这一个这个看法这么的悲观了 因为我们真的是想大家的那个风险意识去到最高 就好像我们刚提醒大家的 一月三月三十一号 不是我们马来西亚封城的结束 ok未必是 可能是更严峻的 这个斗争的开始 who knows 对不对啊太难讲了 好跌的很快对 熊市里面会跌很快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千万不要太早的去接刀 ok接那个掉下来的刀 但是再掉下去的话 其实现在已经在这一个多星期两个星期里面 三月份就这个三月份两个星期的下跌里面 我们已经看到了08年的那种影子 ok so的确是一个金融金融危机的那个batten啊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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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态势 那么很多股票开始便宜 然后同学们你们遇到的下一个问题就会是什么呢 太多便宜的股票之前很贵的 现在全部下来了 然后你不知道选哪一个的问题 对吗 我们再看除了三位产业信托 Pavillion产业信托 ok你看啊 Pavillion也是跟三位差不多 一块八这个水平一块七十多啊 一下子跌到一块三十多的水平 最低的时候 然后呢就尾巴升回上来了啊 那因为大家怕嘛 美国股市这个隔夜跌了很多 So Pavillion产业信托 还有IGB啊产业信托 IGB REIT OK 哇 IGB REIT也是 差不多两块的钱 差不多两块的价格 一块九毛多 跌到一块四毛多 你看啊 今天也是冲下去之后回升 好 这个是最多人知道的 当然还有KLCC啊 对不对 看看啊 顺便看看 KLCC KLCC太贵了 我看你们不是太喜欢 考虑这种的 8块到7块多 这个还跌得比较少 那如果在KLD区的同学的话呢 那你不买KLCC 就除了KLCC的话 Mid Valley啊 医保花园的 那个就是Mid Valley的产业信托了 Sunway旗下的 Sunway Pyramid So还有这个 Pavilion的 这些都很熟悉的了 那其实有一个很 很有趣的东西 大家 就为什么我会突然间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东西 有两点呢 主要就是第一 他们的租金给你的这个股息收入呢 是会 就如果再掉下去的话 它是蛮有吸引力的 So这个东西呢 不要说我以老卖老啊 08-09年的时候呢 我们也见过有投资者呢 是不炒底银行股 不炒底别的股票 就是他去捞底啊 他什么股票都不选 只选产业信托 他只想安安静静的 做一个包租工罢了 或者做一个包租婆 然后收double digit的 租金收入 就是10%以上的租金 每一年 OK 然后因为这个 这个产业信托的 这个税收是 是特别的少的嘛 对吗 是有税收的啊 产业信托收到了股息 这个例子 在我们松大里面呢 是我们的高级顾问 严敏树老师 在08-09年 一位30多年经验的经纪理 当年现在40多年呢 又过了十几年了 所以当年啊 严敏树老师就跟我们讲 他炒底最重的 最重手的就是炒底产业信托 但是当年的产业信托呢 马来西产的产业信托呢 是还没有大型购物广场的 产业信托的 这个也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那我知道你们一定会问我 哎呀 这个官派 我们的Mr.Gun 买的是哪一个产业信托啊 有点赞的话 我们就讲一讲了 好不好 所以挺有意思的啊 你不一定要炒底股票 你可以炒底产业信托 然后安安心心的 做一个包租公跟包租婆 这个也不错嘛 你压力没有那么大 对不对 同学们 尤其是新手 也不是每个人要来股市都说我要 那这个信托基金呢 就将它证券化了 将它securityize 是吗 英文是这样的 证券化它 然后其实就是你的建议 你不能够卖 你一卖的话 你就没有了这个建议了 那你就将它放进去 产业信托里面 你将它打包变成股票 卖给人家 好像信托单位 人家买你的这个产业信托呢 就等于变成了 这个building里面的小小的一个业主 可能你买少一点点的话 你就有这个building里面的一块砖头啊 或者一个窗口啊 或者一个门啊 这样子了 如果你买的多一点的话 就等于有一格厕所 这样子了 OK so 你就可以收租了 最关键就是 你就是这个物业的主人 你就可以enjoy profit sharing 其实是rental sharing 你的租金就一定要跟你分享啊 产业信托是有规定的 一定要将它的租金的90%以上的分出来 做股息的 所以每个季度你都会收到股息 你看看 KLCC产业信托 每个季度都有分dividend的啊 每个季度啊 我们再看三位产业信托 三位 三位产业信托 OK 你看了 每个季度都会有派息的 OK so这个是 等于你的tenant啊 你的租客啊 三个月给你一次租啊 大概是这样子了 OK so 这个 0809年的时候呢 就是office tower OK 工厂工业类的产业信托 比较多 基本上是大型购物广场的 没有 还没有到 后来才出现了 OK 当年其实还有一个的 还有一个的 我也在YouTube上面做过 做过视频讲解的 熊市定期定额拼命买 就可以的了 就是当年的YTL YTL产业信托 因为当年的那个 大Hill Gallery 是放在这个信托基金里面的 但是但是同学们 后来改了 后来忘记是2011年 还是2013年 这个YTL集团将他的这个 Shopping Mall的 这个物业啊 搬过去新加坡那边的 产业信托 这个我就知道 他在新加坡那边有 产业信托的 那这边的YTL REIT呢 就剩下酒店 他将酒店换过来了 所以他就变成一个 Pure的 这个酒店类的 Hotel的REIT啊 OK so 就完全是旅游业相关联的 那他的吸引力就坦白说 就麻麻地了 因为产业信托的话呢 Shopping Mall是最 最Premium的 尤其是大型购物广场 因为大型购物广场 你的Tainment 给的租金够高啊 而且你 Fully Occupy的话 就是你的Pavilion啊 你的Sunway Pyramid啊 这些全部都租出去了 然后签约又容易 对吗 一签就啊 什么两年生 一年就两年死 一年生啊 签约的那种 然后每隔一段时间 就可以加人家租 对吗 所以当年还没有这个 Shopping Mall为主的产业信托呢 我们的严敏苏老师啊 有经验的 30多年的基金经理啊 他买什么呢 Tower RIT 当时候是买这个啊 OK 给大家看一看 Tower RIT 当时候呢 同学们就会看到 严敏苏老师买入的位置 哇 Exactly 都是非常非常美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么低的这个价格 甚至当时候啊 当时候有一个特点啊 当时候是很多产业信托 跌破了IPO price 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的 我顺便讲一讲 IPO price 06年在这个地方 OK 后来居然你的股价低过IPO的价格 OK So 我们也讲过IPO次星股 对吗 以前教过大家的 也全部剪好片 在YouTube上面了啊 那 产业信托都要低过IPO价格 就真的是当年才见到的了 我相信 现在很难 但是在家去会不会 我不懂 如果真的是大家拼命的卖出的话 基金经理都cut loss的话 那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就 就如果是那种程度的话 我相信会很吓人啊 就是很可怕 所以我也不希望去到这么extreme的 那个市场的情况啊 说好 当年 严敏苏老师买入的Towerrich 他 六毛钱买的成本的话 一年收七分钱的股息 你就11个percent多了 对吗 你就很容易做到 11percent 10percent以上的这个 dividend 产业信托就 你等于10percent以上的 租金收入哦 Rental Yield哦 对吗 同学们 10percent以上的租金 如果你们熟悉房地产投资的话 你知道有多难做到 你现在买间 property去租的话 有没有这么容易租得到啊 你买property去做A B&B的话 现在惨了 OK 现在这个外国游客都进不来了啊 so怎么办呢 对不对 so这个也是一个 非常非常 令我们意外的 真的是 就人生很漫长啊 很多东西真的是前所未见的 所以这一次是我们很多投资者这一轮的股市里面也可能会见到很多没有见过的东西啊 so好 如果是10percent的一个公寓 100万的公寓 你要租10percent回来一年 而且只是要给一点点的税收罢了 如果你是自己去出租的话 你要报税的嘛 但是这个产业信托给你的租金 你给一点点税收 具体是多少 我忘记了 同学们可以帮我补充一下吗 OK 留言 so如果你收到10percent以上的这个股息from产业信托 就等于你100万的condo租出去10万块钱一年 除于12个月的话 你等于每个月有多少啊 OK 这条数可以算一下的嘛 同学们 对吗 OK 100万的这个公寓 对吗 OK so你要租10万块的这个租金一年 那你这个就是10%了 所以也就是说每个月啊 要差不多9000 8000多啊 对吗 8.xk了 对吗 8000多每个月 同学们 现在容不容易做到这样的情况 非常困难 对不对 so如果你们知道 100万的屋子在KL到处都是了 对不对 但是你要租到8000多 一个月的话 太难了 OK 所以如果你能够有啊 6%的房地产的租金啊 6%的话 你已经可以差不多追得上我们叫做什么 Base Rate 对吗 我以前习惯叫做Basic Lending Rate 基准贷款利率 就是银行charge你的那个贷款利息啊 如果银行是charge你的房屋贷款6.5%的这个利息的话 BL好像还有-2还是什么鬼 哎呀不用理他了 总之6.5% OK Basic Lending Rate 如果你的租客能够给到你100万的Condo 给到你65000一年的话 其实就等于啊 你的贷款利息啊 你的Tainant 你的租客帮你还了吗 我经常讲这个故事的 听过的同学就忍耐一下了啊 OK 因为今天这么多人在这边的话 我挺兴奋的 我希望给更多的朋友去了解一些简单的 不一定做股票 产业信号也可以的 OK 你看那只要你的租客给你的property的rental 一年能够超过6.5%的话呢 你已经等于他帮你供了 他帮你供这个贷款 你就纯粹在享受这个房子的升值了 我有算错吗 我的这个如果有错的话 请大家补充啊 因为我不是房地产投资的专家 我可能会有些数字漏算还是怎么样的 就那个概念是这样子了哈 那如果是有人帮你供你的屋子的话 当然是好事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6.5% Basic Lending Rate的这个重要性了 很多股票的dividend yield 现在掉下来都炸到你的股价 因为跌太快了 所以你的dividend yield都开始升上去了 同学们 dividend yield 我们怎么怎么算了 dividend yield 股息率啊 对不对 等于 dividend per share DPS 每股派息 除于你买入的价钱 买入价 OK 或者讲市价 还是用市价吧 然后再乘以100% 所以如果你的股票 如果你的股票啊 原本他派息是一脚钱 他的股价是两块钱 这个是多少% 再乘以100%的话 这个就是5% 对不对 但是现在你的股价 如果你的股价跌下去了 同学们 如果你的股价跌下去了 但你有本事维持派息的话 如果你有本事维持派息的话 你的dividend yield啊 就会向上涨 明白吗 所以如果你的股价跌到 一块钱 那么你重新再算 一脚钱出一块钱 你的dividend yield 就会涨到10% 这个就是你的dividend yield 会上涨的原理了 股价越低的话 对吗 这里不是市值啊 是市价啊 好危险啊 同学们注意一下 刚刚写错了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dividend会上升的原因 所以现在股价跌下来 对产业信托来讲 它就会打它的股价下去 就等于将它的dividend yield 推上去 因为产业信托 尤其是商场 OK 商场是旺地的 不要找那种outskirt的 不要找那种 三卡拉的那种 shopping mall OK 不值得 尤其是现在这种行情 能够选的 选最好的location 因为股债不常有啊 股债来到了 你还去买那些 second line的城市的 产业信托的话 那就是浪费机会了 你要产业信托 主要是要租金 以后股价升值 这个是长期的事情嘛 所以如果你锁定的租金 够漂亮 长期稳定的话 OK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 我们叫做低风险的投资对象 低风险的投资对象 但是现在 现在我们很清楚 现在这个两个星期的 我们叫做 限制行动 我用报纸上面的翻译 对不对 我们现在的这个管制措施 已经影响了零售业了 再下去 一旦他除了 这个动作再升级的话 延更长时间的话 那所有的这个零售业 就会进一步受到打击 那商场的人流量会受到影响 有些商家也不能够开店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他们交租的能力 就可能会受到影响 甚至有些店可能会关门 然后要退出 不出气 因为我主要用这个东西是 我在中国大陆见到的 中国大陆他们一月份就封城了 一月份封城到现在三月份 有些地区已经重新的 解封了 对不对 他们已经开始复工了 但是 很多 这个小店家 小商家 是熬不过的 他们将他们的店关掉了 所以 其实我们之前的 我们的前首相 Dr.Madi 在我们迎来第八任首相之前 他公布的那两百亿的 这个振兴配套 是有呼吁 shopping mall 减低那个租金的 但是不是强制性 那接下来会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但是 你要关注这个事情 对零售业的影响 因为这个会直接影响到 产业信托类的板块 OK 但是 有一个我们 真的 我们说要确定性 要做去 有把握的事情 对不对 不要拿自己的选案钱去冒险 我们做有把握的事情的话 那 Let's say Pavilion 购物广场 我们吉隆坡的 Mid Valley Mega Mall Sunway Pyramid 这些 购物广场 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 以后 是不是仍然可以 接近 Fully Occupy 就是 商家去那边做生意 开店 还是会 接近满 或者 他们的租金水平 也迟早有一天 会恢复到 现在 before这个 瘟疫来袭的 那个程度 也就是说 他们迟早会 收回 一样的租金 甚至以后 会有更高的租金 来分回 Dividend 给你们 作为 产业信托的投资者 或者持有人 那也就是说 他以后 就算 就算会短期受到影响 你的股价可能会跌 你短期受到影响 但是以后 你的派息能力会回到现在 我们瘟疫 这个Covid-19 影响我们之前 甚至以后 你的这个租金会更高的话 那岂不是这次股价掉下来的话 我就可以锁定我日后的一个 相对比较高的 Dividend Yield 对不对 可能是多少呢 我们来看看啊 比如 我们刚刚讲到的 三位产业信托 OK 我讲三位并不是说 我一定要大家买三位啊 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罢了 我们看看右边的数据啊 三位产业信托 刚过去12个月的Dividend 这边右边我显示的 三位 过去12个月的派息 Dividend Per Share 是 我算你一脚钱好不好 9分8这样子 我算你一脚钱啊 这一脚钱是怎么来的 这一脚钱是从我们这里 同学们看看下面啊 2.45千2020年2月27号 派出来的Dividend 再来 这个是11月19号去年 2.5千 再来 这里8月23号派的2.28千 再来 5月16号去年派的2.58千 所以你看 每个季度派一次 一共是四次的Dividend so就一共是多少钱啊 一共是差不多一脚钱 so这里OK啊 明白啊 这里是一脚钱 OK然后现在的价钱是1块6 所以你用1块6买 你可以收到一脚钱的股息 so你的Dividend 又就是这个数字了 现在你的Dividend 又是6% OK 6.13个percent 超过6%了 那如果你的股价 再掉下去的话 Let's say啊 Let's say Let's say啊 我不知道 我只是随便假设罢了哈 不用太过这个 不用太过紧张啊 同学们 如果一个不小心 接下来 他的这个股价 去到1块3 假设罢了哈 假设罢了 如果1块3 那他又能够维持一脚钱的派息 可能短暂受到影响啊 但是你给他瘟疫过后 能够恢复元气的话 那你一脚钱的派息 除以你买入的1块3的话 再乘以100% 同学们这个是多少%的 你的Dividend又等于多少 我来算一下 对吗 一毛钱除于1块3 等于7.69% 7.7% 这个就是你可能会锁定的Dividend 如果三维产业信托再下来的话 那如果你在三维产业信托身上 都能够利用这样子的熊市 拿到哇 7点多%的这个 我们叫做租金收入一年的话 你已经跑赢了 你买一间房地产 去找一个租客帮你藏租 对不对 然后每100万的屋址 每个月给你3000块的租金 一年给你这个30多千 还不到40千 那这样子的3点多%的一个租金收入 对吗 产业信托 明白吗 这个就是我们讲现在的这个情况 尤其是这个我们马来西亚的限制移动的这个管制措施 令到产业信托的板块掉下来了 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我们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它的Logic 还有0809年的经验 它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并没有教大家明天就充许买 OK 没有啊 所以要继续去留意好不好 OK 所以希望这个东西呢 大家会觉得有启发 记得帮我点赞以及分享出去 给更多的朋友来参与我们这个价值投资的网上课堂 今天晚上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Good night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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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